大家好,又到我有事讲了 明天就会公布财政预算案 我们要求政府特事特办,全民派一万 因为今天的疫情令到经济水深火热 政府必须特事特办,全民派一万 第二就是我们要求政府成立一个失业援助津贴 去帮助那些最近开工不足或失业的人士 之前的防疫基金政府就未有听取我们的意见 去成立失业援助津贴 我希望今次财政预算案政府能够特事特办 也都成立这些失业援助津贴 第三我们要求之前的防疫基金支援一些行业 包括饮食业、旅游业、零售业 但还有很多其他行业未受惠 包括美容业、洗衣业或者货后教室活动中心 这些行业还未受到支援 我们希望今次财政预算案可以增加抗阔支援的层面 提供一些经济支援去支援这些未受惠的行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